心跟遺憾 法院没有斟酌对于我方有利的证据 在这两个案子判取有罪判决 加买卖及诈领助理会 本人难以接受 得知判决结果一小时 严欢恒拿着声明搞现身 一审判决贪污罪七年十个月 未造文书判刑六个月 严欢恒强调无法接受 是由林静祖指示 他的太太黄玉平是记账 而这个记账部分 是写严董代收代付总表 上面的明细写清楚 代收立法院薪支 等于是他代收代付 他用在这个被告 严欢恒的相关支出上 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 严欢恒被控涉嫌利用助理当人头 诈理108万助理费 且妈认为陈姓助理太太记账本 没笔开销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成立严欢恒定罪的关键证据 认为陈姓助理所领到的助理费 全都是用在严欢恒支出 他为什么会这么记账 也是出于他自己本人的一个想法 他在庭上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 那这些钱 这些薪水 全部都是由他先生的账户自行支配 严欢恒出了贪污罪 一审被判七年十月 尺夺公权三年 另外杀落豪宅假买卖 涉嫌使公元登载不实 为造文书罪判刑 六个月可一颗罚金 窃占国土罪 和太太陈立临 两人都是无罪 金额到达四天多万 但是在整个成立过程中 只有短短数天 认为说他们这个是属于假的买卖 所以会构成所谓的 使公元登载不实 严欢恒强调一定会上诉 到底虽然一审被判有罪 但严欢恒立委资格暂时不受到影响 必须等到未来判刑定验 被取得公权 才会停止立委职务 进行黄俊玲事件